今天天氣不錯 一起來爬劍潭山吧 一起來這座山如果認真的要來挑戰 是可以把整個陽明山走一圈的樣子 但今天我只想要簡單爬 所以應該會預計從這裡先走到老地方的關機平台 閃靠着喜歡這個類似的用法 一點都比你還好 很聰明 我用手提支禁止 我們要順著原路走下去 然後從另一條路再走上來 結果走到這間 有很多人在唱KTV的空間 有一個大哥說往裡面走進來的這一條路 也可以往上走 所以我就要往這條路前進 而在這條路旁邊有個地方 例如超好的就是這裡 覺得超漂亮的耶 天氣好總是可以遇到大景 跟你們看 那看完這邊景之後 就要繼續往上爬囉 剛剛順著步道轉了一個小灣 來到了那邊有一個觀景平台 看過去的士林建台美景還蠻漂亮的 然後現在呢 要繼續往前方前進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走到老地方關機平台 剛剛一路上一直順著步道走 本來以為走到一個定點 就可以看到老地方關機平台的指標 但是剛剛看的四個指標 沒有一個是寫老地方的方向 不過有看到一個建潭山的三角點 就想說只有一百公尺 就先以它為目標 往前進囉 剛剛拍完了三角點跟那邊的view 現在要往下走 剛剛看了一下Google Map 從三角點這邊的路下去 往左邊一直直走 就是老地方觀景平台的方向 大概再走19分鐘就可以到的樣子 走到這個路段是一個平地 有一點點緩上坡 但是上面都有樹翼 而且秋通的風吹過來 還蠻舒服的 很推薦大家 真的 週末沒事的話 想爬山 建潭山是一個 算是程度很一般 然後又很愜意的一個路線 有事沒事都可以來走走 然後這裡 好像可以拍到不錯的風景 很多人停下來 我們去看看 出現了 起動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现在在老地方的关机平台 然后今天是假日 这个平台上面还蛮多山友跟来拍照的游客 今天天气很好 就是看过去的101跟机场都很明显 所以我后面超多人在拍照的 那我们就在老地方这里休息一下子之后呢 等等就要下山哦 我们下下见 我建议你啊 我下山了 刚刚差点重大个路跑的路人 那我们现在就要往剑堂捷运站的方向前进 就要结束这一天 大概是两个小时快闪剑堂山的行程 我刚刚下山的时候就是蛮专心的 下山的时间还蛮快的 大概是30至40分钟可以到山下 从岛地方的话 爬上去的话 我一个半小时就多一点的时间 那今天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再一起出来玩吧 拜 这里是延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